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IM 今次是新錄音室的第二次試煉 有馬二片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音效和 薯先生的音效有什麼分別 因為大家的整法不同 一個是油債一個是紅燒 聽不明白就算了 大家最重要是留意動漫無雙的Facebook 任何的變動和更新 正如智雲大師所說 不用怕 不用亂 不用怕 有任何的改變 都可以上Facebook看得上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 跟近期香港的問題 非常深層次的矛盾有關 就是這個 下雨不及大傘 絕緣的寶宮語 我們今天要講絕緣的寶宮語 它是一個很一般的作品 原作是成平經左右秀 做了一套兩季翻 它漫畫和動畫是同期緣的 上次應該是出名的鋼煉 鋼煉好像是接近同期緣的東西 這套也是接近的 它在粵行的少年驚驚那邊連載 這套作品其實蠻鋪匾不一的 有些人覺得很好 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你引用一下本地有著名的ACG博客 大家要上網去無雙的Facebook 看到誰就會看到 本地著名ACG博客的鏡花先生 的一篇長文 大家想知道就自己去看 他們讚領我都不記得 大概內容就是 後半部比前半部好 我留言說不是 前半部比後半部好 當然是真論 這些詳細大家自己慢慢分析 我覺得兩度都好 鏡包不在 它不是死了 我們簡單說一下故事 先說什麼 故事開始之前有段插曲 就是不破珍港阿妹 就不明來理死了 不破珍港阿妹叫不明來理 不破愛花 就死了 真說阿妹 青春連華 什麼都沒做過 很不公平 兇手抓不到 不用怕 我把兇手抓到兇手 於是便出去了找兇手 但是吉野武的多久 回來就好像 不是中二病魔術師 有了魔法 她說 我和魔術師達成了一個交易 我幫她離開孤島 即是魔術師被找到一個島島出來了 而她的代價就幫我找兇手出來 我要報仇 然後兩個人為了這個 牽涉了一個 魔術師之間的鬥爭 就是兩個派的鬥爭 而順便不停在戰鬥的過程 會發現到一些關於她阿妹的死 和真相的事 和這個世界的危機 這個簡介挺好的 剛才那堆其實算是簡介 頭那大概八集 圍繞著的內容 都會是柳柏男主角 就是Mahiro和Yoshino 和不同的 也不是不同的 只有兩個 魔法師的一些 中間的打鬥 或者是有一位 水雪浪派的姐姐 不知道做什麼 就出來搞事 不知道做什麼 人家是那種身材 前期是 軍事知識 科技情報通訊 那些是後話的 我們今天主要探討 都是後半決開始 前半決那些大家覺得 好好看啊 當然這套的 鋪片問題一定存在 前期有些打位 中段就是一個邏輯的時空問題 後段就好像變成 放閃光彈 然後順便拯救世界 到最後又變成一個打大佬 於是 那個鋪牌 有些人會救病 就說前後輕重不一 所以就令到有個不同的感覺 當然有些人覺得前面好看 後面不好看 有些人反過來 就覺得後面才好看 前面就一般 也有些人覺得兩部全部都很好看 那就是 在這套作品的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跳到第一個重點的地方 就是前半部 我們不說那些打氣 打氣沒有關係 打一打一下 沒有戒指 這套重點不是這套 我們說回那個 兩年的時間牢籠 就是這個鎖寶 剛才就說到魔徒斯的分裂 一方面就是鎖寶左門為首 他們覺得應該要把氣刺之樹推翻 另一方面就是 也算一方 一個 他也算是派 另一個 加上兩個人就是一個派 OK 那就是鎖寶熱鋒 就是這個氣刺的王女 就受氣刺之樹庇佑 他又覺得不應該 堆倒氣刺之樹 這兩個人就為氣刺之樹 而鬥爭開始了 其實就不是堆不堆倒這棵樹 又不是華盛頓借斧頭 現在 是復活 我們先說完 說完 就純粹因爲什麼呢 黑格尔 就是葉豐 公主 就覺得 這棵樹是世界的理 存在 我們這個族人是維護世界的理 所以這棵樹是一個正義的樹 是一個善神 但是呢 族人的另外其他人 就有些相反的意見 就以左門為首 就覺得說 這棵樹究竟是不是好的呢 就有這個疑問 就反過來覺得說 因為其實他們的世界 他們的族人有個說法 就是說 這個世界呢 就原本呢 就有兩棵樹 這個絕緣之樹呢 就是不好的 這個他們信奉的 或者他們 作為他們的老老 可以當的 初始之樹呢 就是一個善神 這個初始之樹呢 就擊敗了這個 這個絕緣之樹 然後將這個絕緣之樹呢 就封印了 但是在這個戰鬥過程之中呢 這個初始之樹 都受這個致命的創傷 而陷入這個無限期的優勉 那麼 黑格尔 就是葉豐 就是公主呢 就是這個 起始之樹的 這個 庇佑的 最大能的人 你可以說 這個現世裡面 最強的魔術師 對了 但是反過來 其實絕緣之樹那邊 又有沒有一個 絕緣的魔法師呢 這個就是 侯華 那麼他們於是 族人就 基於說 要保這個 還是站在初始之樹那邊 還是持這個移民態度呢 而他走了去 復活這個 這個絕緣之樹 因為他們覺得 如果絕緣之樹 跟這個初始之樹 打的話 如果要制壓絕緣之樹 這個初始之樹 就一定要靠絕緣之樹的復活 於是 左門他們一派 就走了去做絕緣之樹的復活 但問題就是 黑格尔 就是公主 會阻礙 於是他們就決定放逐這個公主 因為公主太厲害了 而這個所捕一族的魔法 是要基於祭品的奉獻 於是他扔到一個 什麼交叉都沒有的島 沒有文明的島 沒有文明的島 沒有交叉有樹的 有泥有食的 那就是荒島 那不是釣魚台 所以他用不了魔法 困了他 他就可以 不要左手左腳 搞定了 於是同一道理 就等於我們剛才介紹的說 黑格尔就扔了一個對港機的瓶子出去 就考慮真講 然後就 達成契約 就去玩拖 就要逼左門帶他們 逼放黑格尔回來 但問題就是 去到那個時期 去到面對面 隻臭 左門對著兩位男主角 便問大會 就發覺了一件事 公主你不要以為 你自己被人放逐了四個月 其實你是被人放逐了兩年 你已經死要了 因為這段 前期 漫畫不是很明顯的 因為我當時看完動畫 第一、二集 就是不發揭發漫畫追 開頭他不是很明顯 說到這個時間的分別 但動畫是有做出來的 你會見到公主和不破珍港 是同時通話的 珍港那邊是日休息 公主那邊是夜晚 公主那邊是很冷 公主那邊是很熱的 你會見到時間是不對勁的 我發覺是 這套星開始 動畫可以發覺有問題的 即是動畫有報出來 但他明白的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我不是很覺的 死波 沒有留意 好像沒有留意這件事 晚上兩個男人 雙宿雙宿在火車裡面 聊天的時候 公主那邊是日後 煎魚吃的 那你不覺得有問題的 他被人放到南方世界 不行的嗎 南北半球是春夏調轉 所以當時你不覺的是 他在地球的反方向前後 一個尺度以上 一個尺度以下 就達成這個條件 理論實是可以的 澳洲現在是 我當那邊是冬天 香港又會是夏天 如果我們不是對比香港 我們對比英國 那日後夜晚也會轉 我不覺得是 因為我們不知道 黑日蛇放進去什麼島 你不讓他放進去夏威夷 他又可以放進去冰島 所以我就說 用動畫看漫畫一角 動畫有暗示 但如果你沒有看過原作漫畫 你不知道這個機關陷阱 你真的不覺得有問題 這個時間兩年的冬 透過問 公主已經什麼年了 公主已經多少歲就可以了 沒關係 原來就發覺 公主被困難 一個兩年前的時空奴 他說你在這個時間 你已經死了 你已經死了 這個白骨 白骨出來了 連這個 純一郎 即是他的表兄弟 你當是 用一郎 聲村用一郎 是的 他確認過 即是他的老死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突然疑 他們 一起玩大人 你當是 確認過是你的骨 是真的 其實他最初都不太相信 誰知道原來是說的連發 哎呀死活 我真的困了兩年 但問題是 這個兩年的時空佈局 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就是動畫前期 即是你不理會原始終和起子之說之間的矛盾 這是人類方面 可以通過辯論 而得出一個答案 也是他們初期最大的謎題 他爭論了5集 漫畫更長 他動畫已經已經剩下了 緊湊了一點 這就是前期的謎題 他應該是由第8集 就衝到左門 然後就開始 後水戰 現在他爭論差不多12集 其實人們的辯論挺精彩的 這個正化生的部分 其實是好看的 是十分好看的 他動畫算是剩下 但又補回物落 讓你知道正化生的辯論 當然最後 看看左門怎樣白癡 左門這個小山力也 是一個焊點 你會見到每個人陷於困境 都不會有特別的改變 他想著陷於困境 後面就會變成天船地轉的畫面 或者其他東西 特別優待 好笑 好 我們先講這個謎題 這個謎題 其實要看動畫就知道 最後就是 最後就是 嘉倩 先講講 一開始 他困了一個兩年的局 問題就是 我們撇除了一個 他就說 你怎樣證明 你這個骨 不是 吉野最初就是 吉野說 其實他不是被困了兩年 他只不過是被迷魂了兩年 所以他就不知道外面的時間 過了兩年 然後才被人放逐 於是他就有一個錯覺 是自身的錯覺 不是真的過欲 不是真的過欲 他死了 也不是真的被困了一個時空的困局 這是最初吉野提出來的主張 吉野提出來的原因純粹是爭取時間 不是搞亂的 因為 左門自己也知道 公主是大了 能力上 還有 命運上 天會幫他 還是 天也會幫他 初始之樹也會幫他 所以他們是沒有把握怎樣打贏 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令到這個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令他們自己不打了 令公主的鬥志喪失 於是就有這個辦法了 吉野亂說了一堆東西之後 好像解決了 公主現在是不是被困了 還是一個錯覺 有個爭論開始了 當然 左門回來了 有亂說的 後來左門怎麼證明 他真的被困了一個時空裏面 就是說 木桶 你旁邊有個桶 你在你的桶裡刻一些字 如果 因為一個世界不會有兩個桶 是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的桶刻了字 我們身處旁邊這個桶 兩年的時間下一個桶 都會有字 因為前人做過的事 於是刻了東西之後 木桶真的有字 真是同一塊東西 真是一個時空困局 那一天 就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真的做到 兩個不同的時空 即是二空同位 某程度上可以簡單說 對話 對 當然他說對話 這個是魔法對話 所以就是不計時空的 大了 那不要理他 這些事情 但是 做到這些事情了 之後 怎麼破呢 我們就直接說 說話 就算了 不 最後就是 吉野要強制 要照花月風格 對 對 因為剛才說 木公仔 為何和木公仔 隔過時空對話 因為 類似魔法說 有血 是燭煤 木公仔 有血 有DNA 木桶 做GPS 應該做得到 用這個方法 硬折 對 後來 左門 都自己承認 就是 說 扔公主過去 然後 死了 然後 過去 收回腹骨 然後 將公主 肉體 轉回來 於是 肉身困了兩年前 即是他死前 現在實在是他死了 於是他現在就反其對的痕 將那個人過去的 轉回到現在 於是 這個活作的生命 就由他過去跳回到現在 又要白骨 變回人 不是 因為左門 原本計劃 都會這樣 幫他自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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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時間 因為他覺得 左門是要穩妥至上 那就不會 亂扔走了公主 搞到有什麼 收不到方案 他自己搞不定 於是有後備方案 就是說 在那個島上 其實是有製品 收起來了 等他有什麼時間 就可以叫他回來 但那時候 公主是發瘋 是找不到的 但不知道 應該掉了一顆導彈 下來了 導彈 這位置 可能是北韓丟 那些應該經常都那麼遠 那就不要管了 那 我們算簡單說完這個位置 這位置 好體重的地方 就是 他們不斷爭論 還有一些時空理論 還有 其實他們 我們剛才說了幾個不同的部分 比如說 一開始 吉野拖時間 你可以當是 在那裡說 他是被迷魂的 然後 做一盤 木桶的同步 時間的同步 可以說做到 同一個物體 然後 後來去到破局 他其實是分了幾集的 所以他每集會留到一個位置 都是做到 每集是推一個部分 所以做到一個 連續周回性的效果 是很好的 所以那個位置 是很 怎麼說 搶著氣 最重要 因為他是盡量用回人類 即我們平時 我們既有的知識 加上故事 他本身已經鋪了很多前提 沒有在針封箱裡去辯論 即是提出他們的見解 其實是很有水平的 這個場面 嗯 那 這個位置很好看 但問題是 有些人覺得 這個位置很好看 好看完之後 之後的東西就開始不好看了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真廣會幫黑蛇蛇 公主 就是因為 公主幫他找個妹妹的恐獸 但是他們曾經回到屋裡找 就發現 那個兇手是族人 那為什麼公主會這樣說呢 他會這樣說 找完之後 沒有任何情報 那竟然是這樣的一個情報 有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兇手也是 兇手在氣之樹 他們那邊 所幫族的族人 所以才會有這個結果出來 是的 其實在他們的時空爭論之間 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族人入面沒有兇手 那公主又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 只有一個人 是除了我們族人之外 是不會找到的 就是 絕緣魔法士 突然間扔個核彈出來 在前面沒有鋪 即是可以說 這套東西做了一半 就是為題的絕緣暴風雨 才會出現 絕緣這個字 其實暴風雨還未出現 只是暴風雨的近後才會出現 其實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剛剛也提到 為何葉豐可以隔兩年 這個時間還未破 其次 族人魔法士這個項目 其實是突然看到的 即是說 前面是推力小說 A是兇手 然後查查發現 A不是兇手 是誰 鏡頭後面還未出場 B也是兇手 那你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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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覺得扯的感覺 有點屈的感覺 即是我找到兇手 這個兇手未登場的是 C C君 C君是界台主持 C君? 下幾集出場 不好意思 那你就說了 這個 有些人會救病 但 因為我一氣過看 所以我不覺得太明顯 所以 他就說 後來 於是 那個兇手 是絕緣魔法士 於是 他們就 把時間聚 搞定 之後 搜尋絕緣魔法士 搜尋絕緣魔法士 但 其實 他們在爭論 時空 兩棵樹 已經在打 即是 絕緣魔法士 就開始 覺醒 初始之樹 亦都 全世界大規模 覺醒 後果 就說 地球死了二十億人 不知道為什麼 全部軍事 沒有去吞 所有 有意欲犯罪的人 全部被樹吃光 沙漠又變回森林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 六下姐一直屁 世界變得更美好 這次梁公說的SOS團 不知道 還有一部分 可以出現一批 宋鳳樹 即是有一批 宋鳳森子之樹 有輝 又彭 對森子之樹 有兩批 意見 沒有 大翠爾夫人 也有正反 沒關係 那 這個是世界的官 的問題 去到他們 主角群 剛才是敵人的人 已經同步了 因為公主回來 大家都做了公主的馬 現在眼下我們有的角色 變成編隊 除了兩位男主角 Mahiro 以及全龍 然後回來的公主 即是黑格射 剛才所說的 他們對頭的 族內的左門 Tetsuma 夏川 那些全部都在 包括回來 因為這個 強功庫士山 而全軍服會的 軍方的 什麼傳 祖河 和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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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大媽 不是三本大媽 什麼媽 你結婚人 隨便吧 28歲 沒有業 沒有業 這樣 一起行動 其實 一個族團隊 他們不是一起行動 他們有時候會分開行動 其實是分開行動 大部分都分開行動 那公主 阿卡克射 就和吉野 新婚旅行 不是新婚旅行 他們去到世界各地 去尋找全魔法士 其他人去做什麼 其實我不太覺得他們做什麼 不破真講 就躺在那裡 前面是不破真講 被強制冬眠 就躺在那裡 一個月而已 是嗎 也是 後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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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這個不善世界形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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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阿卡克射 即是公主 和 正的男主角 你講一下吉野 就去找全魔法士 但另一邊的人 在那裡做什麼 就是 就問一個很爆的問題 就是 馬希露 你可不可以 下手殺吉野 很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懷疑 他就是 絕緣魔法士 即是 左門他們覺得 阿吉野就是 殺死這個 不破愛花 現在正在操控公主 因為 沒有理由他這麼厲害 因為他在時空的辯論之間 他做出來的事情 感覺上 令阿左門覺得 這個人太厲害了 為什麼他可以破壞這個世界的力量 可以解釋到 他可以 這麼厲害 迴背世家是你 操控初始之樹的公主 他就是 絕緣魔法士 這些 很明顯 典型的 我感覺你是兇手 那你就是兇手 證據呢 沒有的 我覺得你就是 這些 這是沉睡小五郎的清醒時候的判斷 哈哈 這樣 你可以說是一個爆點 他們開始懷疑刺野 是不是這個絕緣魔法士 但問題是什麼呢 哈格成和Yoshino 他們自己走走走走 就發現了 另外一個真正的絕緣魔法士 哈哈 是 這個所謂絕緣魔法士 就是一個廢藍 不要說廢 人家只不過是 沒有女朋友 又沒有一份工作 的一個年輕人 是的 就是這個 雨川衛 我不是很想記她的名字 我只記得 大家叫她美玉桂 可以嗎 叫大師 大師 也行 是的 那 他就 發現了 這個是全魔法士 哈格成也親自試過 跟他對戰 發覺他的力量真的可以 全魔法士 他就發現了他有什麼特點 就是說 他跟所部一族是不同的 他的魔法發動是不需要供品 也沒有體力和精神力的負擔 最重要就是 所部一族的魔法是以保護救人 四種 加速 防護盾 治療 但是 住院魔法士這邊就是以破壞 地區性地圖炮式破壞為主 就不一定地圖炮 用一些扔阿呼拉圈 他只是弱雞 大佬 這樣就發覺了 這樣 於是 再去重生一次 現在的主角群分開了兩隊 Yoshino和哈格成 就把這個住院魔法士 大師 扔回去 其他人 就是左門他們那邊 他們就 馬希羅 就訓練一下他 然後 純一郎又再訓練一下他 這樣 有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 其實 當他們已經找到這個住院魔法士 那他們做什麼好呢 就是他們 又不是爺爺所說的 他們就是快樂的新婚生活了 哈哈 不是 既然阿珍說 拜拜 吉野 他不是住院魔法士的話 問題就大了 以你起始皇女的身份 如果你喜歡了她 因為世界會順利 所以一切去主張智慧 為了世界會承傳你和吉野 就要將吉野的次元女朋友殺死 不 女朋友殺死 然後承傳你們兩個結婚 即是你要多大婆 你才可以由三拉變成大婆 是的 於是 什麼三拉女兒 舉例 其實 愛忠團那些不要理 他們怎樣發現 原來我這樣叫喜歡 那些我們不理 於是就有一個矛盾 就是 哈格成雖然知道自己是喜歡了船路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我喜歡她 她女朋友就會因為我 而被這個初智慧殺死 於是她想辦法 令到她 不喜歡 Yoshino 但她就說 不行了 這條小子太棒了 不是 你一方面 你一方面 不破爭那邊 就可以討論 不破外花的男朋友是誰 同時間 你兩邊是 不是不破外花的男朋友 是 Yoshino的男朋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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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覺得 如果我們要控制 或者捉住她的腳 最好是捉住什麼 就是捉住她的女兒 一來故事 由頭到尾 說了這麼久 主角我們 幫我們看動畫觀眾 我們知道她的女朋友 就是愛花 但問題 其他人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就算特務機關 出了手段 都完全沒有這件事 你是錯的 大媽是知道的 大媽是因為她是吉野 不是吉野跟她說的 其他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你所有人都不知道 是 這樣就 產生這個問題 他們就在討論 即是說 一邊相 公主 就因為苦惱 如果我喜歡她 她的女朋友 就會被初次之雪殺了 要想辦法 令她自己不喜歡她 而另一邊 也同時說 如果吉野就是絕緣魔法事 我們一定要捉住她 捉住她 捉住她的女朋友 於是就開始 兩邊 兩邊 都開始有一個想法 就是 究竟她的女朋友 是什麼 所以 你可以當作是兩個方面 走 但其實 圍繞著 都是最後 抓住同一點 但 當 黑格射 公主 最後頂不住 不行了 我搞不定 你 你 你 給我 令我 不喜歡 否則你女兒 就會被我 被雪崩了 於是 就 爆麻煩了 不會的 一個死了的人 都會被你殺死 就是 必掘無邊施 中國特有 日本是沒有的 應該 於是 開心大發現 就是 原來她女兒已經死了 就是不破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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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位 其實不是爆點 爆點 其實是感情起伏 那類型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她是愛她的女兒 加勞是其他人 其實她表現 兩邊都有一個爆點 就是 俊尼自己說 那 她死了 你可以怎樣 我好像 Mahiro 我只是想要報仇 我不開心 我可以跟誰說 她那個位置做得好 另一方面 就是說 當 左門 上一郎 他們 不斷把自己個人的 喜好投射 在這個 巨女 羅利 女人妻 女人妻 食堂大嬸 什麼都出來了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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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 這個 就說了一句 其實你們說了這麼大堆 那個人好像只有 答案 只有一個 就是 會不會她女朋友 就是 Mahiro的妹妹啊 對 又要 又要冷靜 又要聰明 又會得起她 又頂得住她 只有妹妹頂得住了 應該 然後她說 不會 她死了 她沒什麼反應 她不是就是一個 很聰明 很聰明 不是人 對 很聰明 加上 我補充一點 時間濃郁 那時候她怎樣可以 牽制著 Mahiro Yoshino 她怎樣牽制著她 就是 你聽我說 我就跟你說 愛花的兒子是什麼 那作為一個 SISCON 一個妹胸 阿雪玲不在 那 這個是一個 至名的弱點 她知道這個 她妹妹死了 永遠都不會知道她妹妹的兒子是誰 然後她跟她說 我是唯一一個 即不是唯一一個 我是知道她妹妹的兒子是誰 於是就這個 永遠都解不開 答案終於有辦法解開 於是就 很成功地牽制到她 那沒意思 那有一個妹胸 你跟她說 不好意思 很靜常 加上你知道大家 有一個非常 非常福克的人 她又生了什麼把柄 於是她開始歸咎 有兩個討論 就說 愛花 竟然是愛花 繞一個圈都是愛花 竟然是3DS的愛花 沒關係 問題就是這裡 故事由頭到尾 剛才《Iron》故事簡介 就說 故事遺曉著《不破真講》和《吉野》兩個走 但《吉野》和《不破真講》 都是為了愛花而行動的 所以整套劇 都為了愛花一個人去行動的就是 那問題來了 她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如果 Yoshino的女朋友 就是愛花 但他們都懷疑著 Yoshino是絕緣魔法師 絕緣魔法師是懷疑的兇手 沒有理由她會自己懷疑自己的女兒 於是 有另一個考慮就是 會不會絕緣魔法師 是身心異體的呢 就是 Yoshino 就有絕緣魔法心 即是英祖黑 把她的力量分出來 就被大師 這是之前已經想過的 但重點問題是 他們太奇怪了 整件事 一個普通的女子 愛花拆除了太厲害了 是一個完全不正常的現象 他們在質疑這一點 你再說一次也聽不到 不是 剛才你的問題就是 阿吉野的心 她是絕緣魔法師 她有個心 然後她把力量分給大師 這是在討論之前已有的 問題是當時爆發了愛花 就是阿吉野女朋友之後 他們的重心就是 為何一個普通的女子高中生 愛花可以這麼有存在感 好像是促殺整件事 全部事情都被困住愛花 會發生的 再補充一點 時間之龍的問題就是 哈克社被人放逐了兩年 然後放逐 愛花是一年之前死的 一年之前死的 所以就是 哈克社被人放逐 於是 波士又被殺了這個女子 然後令到 馬虛和Yoshi 會幫助哈克社回來 所以就搞得好像哈克社 令到愛花死 還有 就算你中間辯論了一會 曾吉野也是用愛花去 威脅著曾港 打亂了 左門 左門 左門的計劃 就是 你看到左門的時候 很搞笑 妹妹 什麼妹妹死了 誰妹妹 誰來的 整個月長 很棒 什麼妹妹幫妹妹什麼事 你看到很神奇 整個話題 因為她不知道她們在說什麼 但是問題是 所以愛花的情況太大了 幾乎出了整件事 所以由頭都被她操縱了 沒有愛花的事 就不會發生任何事 所以當時人們開始懷疑愛花的事 發生任何事 為什麼愛花的事 但是問題在這裏 就是 去到後來 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的話 坐多了 希望她的時間經驗就行 對 那麼她們就兩隊人 復合回 變成同一隊大隊 走 那麼她們的結論 就說 不要管了 唯一可以知道的辦法 就是 回到兩年前 用的方法就像時間 兩年前 左門的方法就是 將一副骨 肉體傳送到兩年前 時間比較清楚 兩年前 左門的方法封了 在她大概一年前的時間 那個孤島接回骨頭 再飛出孤島 然後大約在她 剛剛她遇到一年前 愛花死的時候 就是 對 於是就可以見證到 究竟誰是兇手 她是怎樣死的 但是 接著 這部故事的爆點又來了 就是 當她在這裏 還有四個小時 就去死了 我們都可以再歇一會 然後看到 咦 前面那個就是愛花 在VDS走出來 在VDS走出來 還會吃東西 不是吃棒棒糖 雖然都是吃蔥 然後發覺很不對勁 見完之後 很害怕 因為始終她是深愛著 Yoshinoh 所以看到她女朋友 不是她是太緊張 她看到她 當然是光速圖 光速圖 她是魔法 所以今天跳了上屋頂 魔法轉移 在這裏自然自於之 突然我們就傳出去 你又知道 我是Yoshinoh的女朋友 你又懂得 她兩個人的東西 你知道這麼多東西 她又可以很爆點 說 嗯 你就是初始之樹的人 那 那 黑的石頭 嘖 為什麼你很知道 其實我小時候看《魔法》 《魔法》小說 我想像是名偵探 是不是很強 很完美的推理呢 然後一爆點就來了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直接 這麼冷靜地說到《魔法》這個字 她又說 魔法? 因為我是全魔法史 什麼啊 二米六角度之間呢 然後就呆了 就是 不破愛花 就是全魔法史 但現在兇手又懷疑是全魔法史 那怎麼做到呢 是不可能的嘛 於是呢 他們有兩個女生 大家有個爭拗 拗完一輪之後 最後就發現 愛花想到了 我想到了 其實我是自殺的 蛤? 不是 我先說一說 其實我看漫畫的 我看漫畫 才知道這部分 為什麼呢 我感覺到 看過推理之後 就知道 誰是兇手 就是作者故意忽略 故意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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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這麼久 愛花死了 愛花死了 作者不停在鋪圈 愛花被殺 愛花被殺 但你看到的 全部的推理 從來沒有推出過 愛花是自殺的 所以我就想 就是自殺 又馬偵探 你們都記得 整個故事 由來到來 動畫也是一樣的 他完全沒有推出過 任何人的思維盲點 但沒有愛花是自殺的 這個奸殺 你見到一定是 所以我可以 你有這個道理 我沒得扭認 這個 真的 但他扮成為劫殺 自己弄完之後 這很簡單 自己弄完什麼 但漫畫比較不同 他跟漫畫殺了父母 再自殺 動畫就是沒有他父母的拍 算是洗白了一點 嗯 我覺得有父母 沒有父母差很遠 你跟動畫版本 完全沒有說父母的拍 沒有說的 跟漫畫說 我回去回去 很難得把父母的拍 然後數量整個霸佔 好像有惡行的 然後再自殺 是這樣的 即是爆炸 這麼威風 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當然了 他會阻止他自殺 但當然了 不好意思 絕緣魔法是最厲害的 還要是真正的絕緣魔法 還有大師是完全有級數的 大師是因為愛花死了 而立時的backup 後備方案 於是他沒有完全成熟版 而且絕緣魔法 本身的魔法可以押制起始魔法 剛才說過 他不需要供品 也有攻擊模式 最無蠻就是 起始魔法越用得多 全魔法就越厲害 即是你加一個level 我再加兩個level 所以道理上 你永遠都打不贏他 所以不要無法 兩個女人打爛仔交 可以了 不是的 打爛仔交 打過一夜 就是一拳載過去 因為 那個位置其實很棒 因為 Hugger說 你不可以這樣 就死了 Yoshino為你哭過 然後他一夜載過去 Yoshino是不會哭 除非你逼他 你那些位置 會看到 就是 他兩個真的 很了解對方 那些位置是很好看 其實這套東西 只能看大橋 這些小的位置 全部都很好看 當然 Hugger輸了 愛法很成功地自殺了 他也留下了一些訊息給他們 就是 他們要 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就是 初始之樹不是一個善神 他是一個文明的吞噬者 如果現在這個進度來說 人類的文明 就會在十年內 就被初始之前吞噬了 不是 reset 對 reset 其實他想著 之後 就會跟所播也說 但是 哎呀我今晚要死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按正常的劇本 因為愛法已經超傳了所有人類 他已經有劇本 他已經接完劇本 看完劇本 他知道之後要做什麼 但問題是 導演說 你要拿便當你退場 那你說呢 聽說 之後 劇本改了 你兒子和你哥哥 搞定 那可以交給他們做 我走了 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對 我也不可以否認你說的 我們也不需要說那麼多 始終是劇頭 不是太分析部分 總之 愛法成功自殺島 黑客經常回去 帶著他的訊息 於是他們又轉向了 是打 鑽然之樹 不是 初戰之樹 那 其實那個位置 總之打不開樹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 那個故事 就這樣 就算是結束了 你可以當 打完之後 逢回愛法說一句 因為這套東西 就經常引用 Shakespearean 他就說 薩士比亞 其中兩套經常看 Tempest 一套就是暴風雨 Tempest 和Helmet 那 為什麼會經常引用這些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可以推敲到一些端 但是這個我們就 下節回來再繼續